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飘荡着一大一小的两只渔船 渔船上住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 老人负责将一些乘客接到船上垂钓游玩 女孩则负责接待 女孩是十年前老人在岸上捡到的 十年来女孩从没有离开过渔船 女孩年轻貌美常常会有游客调戏她 而老人就会站在船头高举着她的工 瞄准客人以示警告 老人还有一个特殊技能 就是帮别人算命 他会让女孩坐在晃动的秋千上 背景是一个神像图案 老人趁着女孩缓过的剑系射箭 根据射在神像上的剑的位置来算命 每到晚上老人都会亲自给女孩擦洗身体 然后在日历上画一个叉 而在日历的某个日期上赫然写着结婚两个字 老人打算在女孩年满17岁那天与之结婚 一天渔船上来了一位年轻男子 这是十几年里 女孩第一次看到年轻的男孩子 两人一见钟情 男孩给女孩听自己的随身听 女孩看着男孩的脸露出了笑容 然而这一切都被老人看在眼里 气急败坏的老人上前撤下女孩头上的耳机 拉着他离开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老人总要把手伸向下铺 抓住女孩的手睡觉 到了深夜 女孩偷偷溜进男孩的被窝 与他睡在了一起 但还是被老人发现了 立马赶走了男孩 男孩离开时将随身听送给了女孩 女孩喜欢男孩 常常会站在甲板上听着随身听 老人对此非常不满 将随身听抢过来甩到一边去 女孩非常愤怒 晚上洗澡的时候 女孩抱紧自己 不愿让老人触碰 睡觉时也不让老人牵着自己的手 甚至在第二天故意依靠在客人身上 弃坏老人 老人越发开时急不可耐 甚至撕掉了日历 赶走了所有的游客 执意于女孩提前神经 女孩想趁机开船离开 但还是被老人发现制止了 次日 男孩再次上了渔船 并带来了女孩父母的寻人启示 想要带走女孩 老人非常愤怒 拿工打算杀死男孩 女孩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男孩 老人最终还是妥协了 男孩提出用算命的方式 看看天意如何 算命的结果是男孩带走女孩 老人最终将女孩放走 但却在离开的船上绑了一根绳索 老人把绳索的另一端 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准备自尽 随着船的离开 老人危在旦夕 还好女孩及时发现 斩断了绳索 回到船上救起老人 抱着老人痛哭起来 并且答应嫁给老人 两人在船上举行了婚礼仪式 但老人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 在朝天上射完最后一箭后 便纵身跳入了大海 女孩则在船头躺着 从天而降的箭 正好落在女孩两腿之间的甲板上 并慢慢流出鲜血 最后男孩带走了女孩 女孩微笑着向大船挥手告别 踏上了新的生活 大船也慢慢沉没在海水中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那把弓曾经保护了他 也是禁锢他的武器 一张一池 失利 也是爱 更像是一种信仰 先回来